我們要做的前期名顧客 我剛剛講過啦 實際下邏輯就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剛剛設定格式的話是 就把那個找到的底色改成黃底色 那現在不一樣喔 現在不是加黃底色 現在是把它搬到指定的位置來 那特別注意喔 搬到複製啦 應該講喔 複製到指定的儲存格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的複製一定 如果VBA的程式呢 一定是 什麼呢 把後面的資料搬到前面喔 所以等號 後面的東西就會自動複製到前面儲存格 好這有概念嘛 所以我們的程式撰寫怎麼撰寫呢 我先DEMO一下 按下它 自動幫我把 小於等於7的號碼 12號 21號 27號 這些號碼呢 實際上就是它的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部分 如果說我要撰寫這個程式的話 第一個喔 一樣先在那個VBA裡面呢 先 插入一個程序 叫前7名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這個程式呢 其實可以直接拿 剛剛的那個格式化的VBA程式來改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拿那個 先插入一個程序 拿剛剛的這個格式化 這部分把它貼上好了 OK 那我剛剛講過其實蠻多地方一樣 那哪些不一樣 第一個 我們不是要變底色 而是要怎麼樣 把它的A欄的東西搬到F欄的第二個儲存格 就是F2的儲存 F2 所以呢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喔 我可以怎麼樣 把.intro這個 這個後面的序處拿掉 然後呢 這個A欄裡面的 現在放的是12 那我要丟給F2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在前面加個等號好了 等於什麼 那前面呢 你再把 這一個 複製到前面去 並且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F2好了 因為我要把它丟到F2 OK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怎麼樣呢 幫我把找到的資料 找到的這個12怎麼樣 翻到F2裡面去 翻到F2 但是呢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會有個問題 我這邊射中斷點 讓他跑一下 OK 那跑到這裡的話 你會發現喔 跑到這邊我射中斷點 這邊是12嘛 他會把它丟過來 F2裡面喔 所以我這行執行的話 按F8 12過來 有沒有看到 但是問題來了喔 如果我現在讓他繼續再往 往下跑的話 他可能又會找到下一個 下一個之後你會發現 下一個下一個 這邊應該射一個中斷點喔 第一次他當然會跑 12對不對 如果我再讓他跑的話 他又找到了 可是又找到的話 他怎麼樣呢 他會把下一個 下一個數字喔 現在是12對不對 現在是21 那21的話會怎樣 會把那個數字蓋掉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21我在執行的話 12就被21蓋掉 然後呢21又找到下一個 下一個又是27 所以27又會把21給蓋掉 那問題來了 現在這個地方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應該是要把這個利號有沒有 把2喔 要讓他可以 第一次是第二 可是第二次的話就第三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這個數字會變動的話 那你又要想到變數 所以什麼叫變數 變數就是那個數字 要可以變動的 那所以呢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在 那個4回圈上面 多增加一個變數 變數名稱我取叫K好了 K的名稱 跟預設值等於2 這個K等於2 意思是說 這個變數的預設值 是2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把什麼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K OK 那這樣的話呢 他第一次執行就是F2 可是問題來了喔 我如果希望呢 他已經丟一個資料之後 那這個數字K呢 就要把原來的2 怎麼樣 加1嘛 有沒有 因為現在F2 如果又放F2的話 會被蓋掉 所以應該放在什麼 放在下一個 F3 所以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希望喔 那個 K的話 如果要加1的話 記得喔 K這個值喔 就是丟一個資料之後的話呢 再等於什麼呢 K怎麼樣 加1就好了 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放在下面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數字喔 把它加了1之後 那2加1就變3 它就再怎麼樣 把這個 加完之後的值呢 幫我存到K裡面來 所以K就變3了 然後再下一次 變4 變5 變了 只要丟一個之後 就加1加1 這樣就OK啦 所以呢 如果我要找前7名的話 把這個地方加了這個 應該可以看懂 加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執行 那剛剛的問題 基本上就不會發生了 所以我現在的話 假如說呢 我現在一樣設中斷點 然後呢 當我第一次找到的話 這個是12 那12的話放在F2 這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我這邊按F8 OK 下一個你再12過來了 那K的值呢 我現在怎麼樣呢 把它按F8 你會發現現在K等於3了 因為K等於K加1嘛 把它存回去 再來呢 再找到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應該是21 那21的話 這時候K等於3嘛 所以放在F3 21就過來了 K再加1 加了1之後變4 所以因此類推 其他都一樣 所以把它全部跑完 全部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喔 其實 要抓前期名的資料 把它從A欄 抓到F欄的話 其實 最關鍵的地方喔 主要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 我要把後面的資料 丟到前面的話 就這樣寫 第二個的話 會多一個K 這個K指的是 我丟過去的那個 那個位置 應該是在哪一列 那初始值就是前面這個 所以K等於2 當它 如果已經丟一個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K等於K加1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種寫法 蠻多地方都可以拿來用的喔 我發現同一招 只是改一點東西喔 其他地方也受用 所以以後 你比如找到的東西 自動幫你放在另外一個 另外一欄的話 也可以這樣寫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那這個程式應該 我們的那個講義裡面 好像也都有啦 所以剛剛講的東西喔 就是在前七名 只是說 在那個我們講義裡面喔 我是有加了一些註解啦 綠色的字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前七名的這個練習喔 先試著做做看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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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